那節第五節可以變成一個獨立的額外節目 剛才你沒錄到 剛才是解釋 在看Live的就知道重溫就無所謂 第六節本身我想第五節分開 翻作兩部 就是頭三十六分鐘是說特朗普 美國的時事 我敢禮要團隊怎樣倒楣 然後就說神秘學由墨田圈、外星人、光球、撞鬼等等 UFO 不過阿倫就說不如這樣 其實我割得來 你還是做第六節 可能時間差不多 所以我就決定第五節我們會照樣放上去 不過一天我們Anson回來時 會將第五節最後一個半鐘、一個半拍 再會做個 bonus bonus chart 就應該星期六出 好嗎? 就是等他去 Anson 星期六出 就可以 首先今天去哪裏 我們繼續京都 最後一天之旅 上次京都大阪神戶 大阪神戶就不說了 有機會讓你不在這裏 先再說 我們先播那些片 先播 一路播著那些片 那些片就不捨出你的聲音 出我的聲音就可以了 那些片想讓大家感受一下 走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走整個鐘 是說京都的福建道庫 福建道庫也都是日本有最少三萬座的道庫神社的總本宮 即是去得日本 如果你要去道庫 你一定要去京都 這叫福建道庫 福建道庫 供奉的就是五尊神明 包括就是佐田賢大臣 宇家之 御魂大臣 等等 就是 不讀他出來了 主要就是保佑你什麼呢 五穀豐修 生意 所以你以前耕田的 或者你營商的 甚至你想有病 家人啊 家人啊 全部都去播那些片 做那個背景先 片 片先 對 出我的人 不用出片裡面的聲音 對 對 為什麼我要做這些片做背景呢 因為走福建道庫 最出名就是 他的那個 就是 哇 那個 鳥居 他的鳥居多到 福建道庫的鳥居 據聞 你數來數去 可能過千個都不認識 叫做千本鳥居 其實我只是 我實際拍片 是拍了八段片的 我只是把其中的一半 其中一半 現在就擺了他出來 給大家感受一下 其實是行這個 千本鳥居的時候 是要用多久 你知道 由山腳走到山上面 再走到山腰 其實都是 非常之 長的路程來的 福建道庫的起源 據說 日本 巡視 巡視 會不會其實是來自 對面的呢 不理了 這個 福建道庫 七一一年 建立七一一年 或者到千多年前 巡視的人說 應該由朝鮮半島 渡海他以來 日本 古代一個氏族 福建道庫 京都這個 剛才說的 是他總本社 亦都是日本 三大渡河之一 這個就是 千本鳥居 福建道庫 有幾多遊客 那天 剛好 我去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是 黃昏他的時間 我要趕著 在太陽完全下山的時候 走到千本 他要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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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搞很久 我們再去第二條片 其實每條片 大約都是 三四個分鐘 總共錄了八條片 拿其中四條 你走走走走走走 你都會 怎樣說呢 他有幾個分支 有時候走到 這裏有些分岔路 那裏有些分岔路 如果你想那些分岔路 全部走走走 你真的要遇到一個小時 滑二順 你還要 我後來的速度 不是初初走到這麼慢 我後來已經 不等對路了 我怕他就快 他沒有太陽了 是加快的 這裏片可不可以 Fast forward 是不是 即是不行的 Fast forward 不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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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漸灌 知道太陽 有一ikte 他很壯 天icate 你都不怕 很棒 阻止我 都會去抓他 所以這裏 會不會走 因為下一條 每條的要看 опред小小 排 繼續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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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 走到後面 前面是什麽的人 因為一路走時 有些遊客不走那麼高 有些要是回到半老 但我堅持一定要走到最高點 原來最高點就是分岔 因為左一一是右 走到你傻 這些都不算是很高的位置 一路走一路走 難得他來到復建道河 我相信不少網友都去過 但有沒有網友真的走完 他整個千本鳥居 逐個逐個鳥居全部走完 其實我想大家看看 我這個速度 他們對比是走得多快 你會看到我和前面的人的距離 第一是越來越近 你後來會見到我走一走 逐個逐個人都被我爬頭 因為都… 嘩… 都有點… 其實我途中都見過不止他一隻貓 你看到我和前面那個白痴腿的女士 距離都越來越近了 開始就要爬到他的頭了 你看到其實我開始暗了 環境都開始暗了 我一定要趕著 喂…你不知走到何時 一定要在太陽下山之前 搞定走到這裡 我又… 我又… 我想哪個位置可以摺到他的底 但在日本這樣摺又不是他太好 所以等到又要去大位少少又分叉位 先再過他們頭 你看到 那麼… 那麼… 我們都… 我們都不知道 喂… 摺到他了 好… 摺到位 好… 再摺… 他這個 當時我用很快的速度限 如果… 當然不會跑 跑就… 不好 你想想 是用很快的速度限 都是有這麼多的鳥居 所以全程了 大家真的要… 那麼… 整個鐘鼻 你走到這裡 再上去少少少 是… 又去到一個 他分叉位 那麼… 你看到有些人 下回的時候 都已經比較想快出道 大家看看 走到上去 其實都越來越斜 因為你是走上山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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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分叉位都不少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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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上一條 這條上一條 因為我沒有把他放上來 這個是讓大家感受一下 復建道河 你走完他的千本鳥居 有時你走 所以大家計劃行程的時候 去京都如果你真的要參觀復建道河 復建道河有自己的站 大家是要預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我們看那些相片 不要看那些片 先看復建道河的相片 剛才我跳過那些相片 這是復建道河 在他下面 你看到有些狐狸石雕 復建道河的狐狸石雕 亦是很出名的 每一隻狐狸石雕 各樣都不同 不是每隻都是各樣 每隻都是不同的 有些人是捐錢 等等 一定會留有你的名字 你見到 這是他復建道的地圖 簡化了 剛才我走到那個位 就是中間 中間 三層的位 你圈不圈到 對 其實大家 那幾條片 就是慢慢走上去再下 你可想而知 整個範圍 那個山 是多久 是多多 是多划 他參觀 好似這集的 啤梨漫步一樣 這麼划算 6點梯對 11點 我們繼續 哇 早上5個 6點上去 10點 下回去 那些橋 很靚 石燈籠 每天都有人 你剛才穿著和服 穿著劇 那些 真是不知他怎樣走 那些狐狸 每一隻都不同的樣子 每一隻都不同的 這就是 剛才 這裏是廁所 廁所 希望大家合作 寫不同的語言 有中文 有英文 叫你的水瓶 這裏是我們尿兜上 叫你們不要 那些水瓶 把他放在那裏 但照樣的人都照放在那裏 唉 我真是被那些人 真是激死 這個是下面 你們看到 我走完山的時候拍的 太陽都下山了 又有太陽的時候走到 太陽都下山 好了 之後是否應該是第二組 這組是哪裏呢 這是二條城 二條城 就是1603年 興祥八年 當時江戶時代 德川家康 那個年代起的 要守護天王 居住的地方 和德川將軍 去京都拜訪的時候 拜訪天王的住所的時候 他起的 起完之後也都入城了 後來第三代 德川莫府第三代 江戶時代第三代的將軍 德川家康 亦都將封臣秀吉時代的福建城 裏面一些建築 合併他下去 就成為了二條城 如果大家讀歷史 在大政鳳環 一百六七年 第十五代將軍 德川興起 在二條城 將政權歸還給天王 結束莫府的年代 亦都在二條城進行 那天我們去的那一陣子 剛剛在做一個叫夜祭 夜晚的祭典 所以平時夜晚就參觀 那天晚上就可以參觀 亦都有特別的東西 又打了特別的燈 你看到非常漂亮 庭園等等 日本的庭園是一樓樓 好 OK 好 我們繼續 夜晚又一番景色 當然他要打那些燈 因為他要做那些 夜祭 那些景色 這裡是讓他玩一下 讓他播一條片 這條片就是他夜祭 是怎樣在他的城牆 整齊 對四分鐘那條 看不看 他現在是收我的聲音 還是他的聲音 因為我們主要是聽他的聲音 聽他的音樂 聽他的音樂 是 但我都可以 OK 那不用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城 他是 合起來 他們做的 那些頭影 很漂亮 在那些城牆上 很好看 是 他以條城已經盡了一些照片 是嗎 駁完這條片 先出那些照片 駁完這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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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過了晚上 夜祭去也是第二種玩法 來的 好 那條片就是這樣 看完那些照片 那條片我都播了一半 是嗎 三分之一 是 播了三分之一 如果 他完整 還要更加長 大家知道 在那裏 有個頭影 大約是四分幾鐘 那這裏是 進去的時候 當然要做一下 燈籠 等等 告訴別人 在一個 一個 Festival Summer Festival 夏祭 你在外面看 都很漂亮 在護城樓外面 這裏是進去的時候 二條城 好了 看完二條城 京都去了哪裏 剛才說吉川郊康 如果大家 要說 德川郊康 當然 要說 方廣寺 方廣寺 宗敏事件 就像是1614年 慶祥 十九年 封臣秀賴 就修造京都 方廣寺 凡宗 上面 寫了一些字 德川郊康 就覺得 喂 搞咎我 對於我好不敬 於是 德川家康 那邊 就要打咎 封臣秀賴 那邊 那裏寫了些什麼字 寫了 軍臣風樂 和國安家康 德川家康 見到 國安家康 家 和康春家 都隔了一個安字 你軍臣風樂 封臣風神 其實他調轉 封臣 你便沒有隔開 這個才是剛才和這裏 封國神社 封國神社 封臣秀吉 死了之後 第二年 將他調屍 搬去 埋葬 封國神社 所以見到 封臣秀吉的帳 封臣秀吉 大家也知道 封臣秀吉 战國和吉川家康 之前封臣秀吉 三個都最出名 封國神社 除了是 你再走上山 封臣秀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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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仗的時候 馬的印 好像胡蘆一樣 於是有人用了胡蘆 這個圖案 拿來做他的賄馬 封臣秀吉 打仗的輝煌 然後 你也會見到 我們再出一下他的照片 這個堂門下面 一條龍野 兩邊是胡蘆的賄馬 你看到胡蘆的賄馬 那條龍 這裏都有一個典故 叫做 鯉魚跳龍門 我們經常聽 一燈個門 就是 一條 鯉魚一跳上去瀑布頂 就變成一條龍 這裏有一條龍 這裏是他的堂門 因為堂木平時不開 等到開的時候 再進去拍 其實有一個 鯉魚跳龍門 那些雕刻是在門上的 這個是再 近一點 你可能會細心看 他的雕刻等等 這個封國神社 剛才應該 咦? 你給他看回剛才那張 這個應該是天滿宮 咦? 六點二 那些照片 六點三 應該是 三和四 即有三張和四張 先說到這裏 這裏剛才說 方廣子也是封國神社隔離 方廣子剛才說了 就是那個宗 黑那些文字 令到德專家拿個藉口 一早都想打 打 寬臣受賴 就是這個宗 這個梵 方廣子的梵 同時是平等語 和之前 我再補一張照片 就是日本三大梵 方廣子以前也有大佛 後來就消毀了 都是日本三大佛之一 廉仓大佛 我良大佛 第三大佛就是方廣子大佛 但因為方廣子大佛 後來就消毀了 重建 他又消毀 現在最深刻就小些 他就已經是第三大佛的位置 就有不同說法 有些說神戶那邊 有些說祈奉那邊 有些說祈奉那邊 有些說倫登半島那邊 第三大佛排第三個 就有不同的說法 我們再看看方廣子 除了看梵中一邊 他現在就有佛 佛當然沒有初初過 他那麼大 其實也不小 不過那個位置 就不讓他拍照 這補回藍禪寺 我應該是之前 昨日還是前日 還是上星期 去藍禪寺的時候 我當時沒有把這張照片出來 這裏也是日本三大梵中 藍禪寺 那裏也是 這裏是北野天滿宮 那裏也是天神祭 大阪天神祭 日本三大祭典之一 不過在京都北野天滿宮 也不少東西 也有祭典 全日本大約有一萬二千間的天滿宮 北野天滿宮 就是排第三個 之前都 譬如太宰府天滿宮 防府天滿宮 就是第一 北野天滿宮 就是排第三個 這個北野天滿宮 就是九四七年創建的 也有一千多年 他的歷史 他本殿 就要去到一六零七年 也跟剛才的東西有關 是寬神秀賴 就是寬神秀吉的仔 一六零七年 就起的 所以他的建築都有很多 就是安土屠山時代 那些建築 甚至北野天滿宮 封神秀吉 也在那裏搞不少的茶會 包括這個 智兒舞 就叫做 日本歌舞記起源的智兒舞 也都在那裏有表演過的 那麼 就是天滿宮 拜的 集間元道真 就是日本學問之神 也都說他含冤而死的 所以也都說日本三大怨名之一 那些人說他天滿宮 那旁邊 可能特別說 有些鬼故事 有些人會說出來 話說 就是奸元道真 曾經就受到 藤原時平的政治迫害 又要貶官 甚至屈屈而終 嚇死異鄉 他死了六年 這個藤原時平都死了 然後 然後 有份搞咎他的 幼大臣 或者王太子 等等 或者去到九三零年 他死了一排 皇帝住的地方 亦都被閃電擊進 就 起火 都說 後來 雷擊三個月 連提湖天王都死了 所有有份搞咎 奸元道真的人 都接二連三 他死了 那些人就說 一定是奸元道真的怨靈 就作罪 找回這群全家產 就報仇 大家見到 也有些節日的氣氛和裝飾 我們繼續看 北野天本宮 非常之靚 北野天本宮 鳥居 亦都是京都三大鳥居之一 不過今次我沒有擺鳥居之上 等到下次 即一次再騷擾京都三大鳥居 再騷擾 北野天本宮 外面的鳥居 那張照片很大 你看到 有些祭典 節日的裝飾 繼續是北野天本宮 亦都有不少外國的遊客 這個是走進去的時候的狀況 石獅子 石燈門 是否最後這張 最後 因為北野天本宮 整個地圖 你看到那些雕 雕刻 很漂亮 好了 今次京都遊 差不多了 當然我京都其實 我都未玩完 為何不介紹清水寺 清水寺 大家常去 今次我都沒有去 下次再去京都不同的祭典 先去平安神宮等等 下次再介紹 至於上次去大阪 神戶玩了些甚麼 有機會 東亞比利不在時 我又做這個 看正日本 剛才再介紹 好了 今天十一點 超時 還有人在看 多謝 今晚的最正溫室 可能會晚一點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好 真是拜拜